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Point Up的環節 世榮又跟大家在這個Point Up的環節說說 有什麼碼要跟進,剛剛賽日 有時候冷滿熱滿,贏輸也好 大家都可以再跟進 等下次自己再看到的時候 你就知道怎麼可以冷酵熱鼻,吹咳鼻胸 或者想一下投注策略,到底它屬於哪一個類型的碼 或者是哪一款類型的碼 也很重要的,在這裡跟大家說 還沒說之前記得,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右手邊一顆四星龍珠,按下去就可以訂閱 好啦,立刻帶大家看看這次有什麼碼,可以跟大家跟進一下 其實你會看到,剛剛賽事在第三場昔日賽的派賽 在底下,你會看到最後一隻馬力階 我都錄了給大家看,為什麼會錄下它呢 其實它都是輸了一個意外 你可以按賽後報告,到時或者馬會評語 都會彈出來,記得開啟提醒 再出,其實這些質身馬,真的有機會平均未盡 它還會進步,因為只有四歲仔 這隻馬為什麼我都會貼,萬步速加0.4秒 跟前走都不行,還要二檔 是不是臉孤不適合它,不是這件事 看影片你就知道了,黑白山馬街 臨轉彎前,守住一個很漂亮的玻璃位 誰知道周俊樂已經極力阻止了 這隻馬都是靠過去,一撞完它之後 有一點點意外,不想跑 在賽後報告,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完全沒有發揮過的馬,其實包了什麼更好 因為等於它沒有什麼用力 大家可以在這裡,涉恩表示 它未能解釋為什麼不可以警勢衝刺 總之失了平衡之後,就未能展步 不要緊的,檢查過這隻馬沒有傷 這件事才是重要的 至於另外一部分,我覺得可以跟大家講的 記得在這個位置,昔日錯誤派彩 按下去,除了包尾那些 你知道我勝這隻馬,贏了都要看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它評分肯定未盡 按這個,之前我已經跟大家講 我說它四班上三班 你有時要猜得不可以 而那種猜有時會帶來一些倍率 當然大手星跌,下到兩個七沒用 你當大延門買而已 但是你又想一下,如果你下射了馬寶 落這場,那個馬寶是104元 其實也不算太差 因為上一場,職明記之心也只有三倍 就算成三都只有九倍 它104元,其實升了水 等於買一隻三個多,跑第二也還有 你知道我勝是屬於一些很容易贏的 上次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變了你可以,這次的加分加得少 因為它贏了短頭 大家可以見到,公正福唱在後面又衝進來 之前也有跟大家講的 我說這場都是重心長刺 不要放過去 難得有隻,即是我們叫做 即是我明白的,跑馬經常都說 穩膽是很重要的 例如你看到,不是楊明冠爵這場 拿錯了張照片 不要緊,楊明冠爵也是 因為你跟進了 所以第二次你再出的時候,你就留意到 講你自我勝這場 大家都看到的 就是,公正福唱為何這麼冷氣 鄭俊偉我都放進來 你知道我有多不喜歡鄭俊偉這個馬房 尾場我也是 結果放了他,齊齊有福就馬進來 那為何說,有些穩膽可以找到 公正福唱做腳搏 原因就是,你要知道你知我勝這些馬的實力有多強 你連升班他得不得都未知 那就是你對匹馬額的認識不深 對賽事水準的認識不夠 等等都會影響到 那就是想跟大家說 上次贏得輕鬆 飛騰追,過何競出 其實那場他不只是贏萬步促 這個在之前馬眉世界講過 那大家可以看回 就是你上次有個紅點做了筆記 那這次你就記得一隻馬 那他還沒下飛之前,我也不知道 我都以為他是一隻四五倍的馬來的 那不要緊的 下了飛,那你就照中那個位置Q 對你沒有影響的 我不信他買鄭俊偉的馬了 對不對 那所以這些馬,大家都可以跟進 好了,那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還有排位超人 今天有多少瞬間看獨贏等等 精彩節目 那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也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之後,如果有這個 不用如果 如果電話停,才有如果 叮噹碼頭,明天才做 星期日有TAMMY,跟大家初次見面 那大家訂閱就可以見到的了 那到時再看看這個馬路的士 看看這個草荔賽究竟是怎樣跑 到時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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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